可以看到呢 这个7月1号走上街头呢 在对香港来说 要求普选几乎是每一年的传统 但喊了十几年还是没有具体成果 去年开始香港有学者就提出占领中环运动 要用更激烈的手段 让当权者来听见发起的公民投票 也获得将近80万人的回响 在公投前夕呢 大陆突然颁布了一国两制白皮书 更成了今年游行的催化期 香港回归届板17年 在7月1号回归周年的这一天 举行大规模游行几乎成了传统 要求平反六四捍卫新闻自由 最重要的是争取特首普选 他不是人选出来的 他是小数的人选出来的 然而一次次的上街 当权者似乎都蠕动于衷 2013年1月 香港法律学者戴耀廷图书媒体 首次提出占领中环运动 要用更强烈的方式 分促中共中央按照基本法 落实特首普选 无论占领中环的 发起者 怎么花言巧语 违法就是违法 这个性质是改变不了的 根据大陆国务院颁定的 香港特区基本法 香港可以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落实普选 2017年选特首 到了2020年 立法会也可以直接选举 大牌长龙等着投票 无法选特首 战中运动先发起公投 邀请香港全民一起决定 特首选举该用什么方案 包括网络投票和实体投票 参与人数超过75万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发表声明 指香港基本法及法律中 不存在全民投票或相关制度 因此相关投票并没有法律效力 官方一次次的否定 反倒让战中运动增温 加上大陆国务院在公投前夕 突然颁布了线缩香港自治权力的 一国两制白皮书 更让香港社会反弹 这首粤语版的悲惨世界 唱出香港民众渴望民主的心声 成了最近香港年轻人间 最朗朗上口的歌曲 多位香港艺人也献身相挺 香港和大陆间 现有抢奶粉的资源矛盾 而大批路客涌入香港 不同的生活习惯 也冲击当地民众生活 加上中共对特首普选的保留态度 两地间累积已久的多重矛盾 交互作用 都加深香港民众占领中环的决心 走上街头 向港府与北京发出落后